Reft还提供了坡道的工具,可以为项目来添加坡道 那么坡道工具的使用方式与楼梯是非常类似的 我们接下来将为综合楼项目继续来添加室外的坡道 那么我们首先切换到室外地平楼层平面视图 那么我们在室外地平楼层平面视图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将在入口的这个位置呢 在两侧为它添加两个弧形的坡道 那么我们使用建筑权项卡楼梯坡道面板当中的坡道这个工具 它将进入到修改创建坡道草图上下围前卡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Reft当中坡道的使用方式与楼梯非常的相似 我们首先呢来创建坡道的类型 打开类型属性对话框 我们复制创建名称为综合楼 1比12杠室外这个类型 那么我们修改坡道的功能呢为外部 修改文字大小呢为3毫米 那么修改它的坡道材质呢为 东货楼现场浇注混凝图 确定 同时我们修改坡道的最大坡度为1比12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坡道呢 它的坡度比呢是1比12 那么修改它的造型方式为实体 完成之后我们单击确定 那么我们修改属性面板当中 坡道的底部标高呢为室外地平 那坡道的顶部标高呢为F1 我们修改顶部偏移呢为负20 也就是说我们的坡道的高度呢 将从室外地平跑到F1之上的负20 也就是我们版面的高度 我们继续修改坡道的宽度呢为4米 其他参数呢默认 我们单击工具面板当中栏杆扶手 打开栏杆扶手对话框 那么我们设置坡道的默认栏杆呢为 欧式实栏板 那么确定 我们使用参照平面工具 对坡道的原型呢进行定位 我们首先在室外台阶板的上方 500的位置呢会置水平环境的参照平面 修改临时存在标注线的位置为 楼板的边界 我们修改它的值呢为500 我们将该参照平面呢命名为R-A 应用 我们继续使用参照平面工具呢来进行绘制 我们沿四轴线垂直向下 绘制参照平面 那我们将它的平面名称呢命名为R-B 同时我们再来绘制R-C 那么R-C距离我们绘制的R-A的距离呢为14米 我们确认绘制面板当中绘制的方式呢为 T段 同时呢绘制的形状呢为弧形 我们首先捕捉到R-C与R-B的焦点 单击作为绘制的圆心 那么我们向左上方移动鼠标输入16米作为绘制的半径 确定作为远户的起点 我们沿顺时针方向来移动鼠标 直到显示完所有的坡道预览之后呢 我们单击会转成第一个坡道 那么我们选择这段坡道 我们使用旋转工具 我们按空格键呢来修改旋转的圆形点 我们将它移动到R-C与R-B与R-B与R-B的焦点 复制镜像的方式将它镜像到另外一侧 我们切换到默认三维次图 我们可以看到呢 我们生存坡道之后的状态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坡道当中这个扶手呢 我们需要对这个扶手呢 做进一步的调整 我们选择任意的扶手 我们打开扶手的类型属性对话框 那么我们单击栏杆位置后的编辑按钮呢 打开编辑栏杆位置对话框 我们修改它的对习方式呢 为展开样式以匹配 我们同时呢 修改支柱的终点支柱样式呢 我们设置为5 完成之后呢 我们单击确定 返回到类型属性这条框 我们再次单击确定呢 退出类型属性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完成了坡道 以及坡道扶手的定义 保存这个文件 或打开光盘8-4-1.R-V-T 这个项目文件呢 查看最终的操作结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